我們現在來推一個二次函數跟一次函數割線段的長度公式 公式是怎麼來的 公式M是這條直線的協力 我們看這個線段的話 這個膠點的座標是SE 這膠點的座標是SS2 它的長度AB上是等於多少 AB上是等於 這一段我們叫做Δx Δx就是S2-S1 取決類值 可能S1在這裡 S2在這裡 就S取決類值 這個的話我們叫做 Y2-Y1 這個叫Δy 那AB就是長度等於多少 等於 Δx 的平方 B是第0 加多少呢 Δy的平方 這會等於多少呢 我現在把Δx把它抽出來 我抽出來這個要加絕對值 Δy的平方 那這個就是這個 Δx 事實上就是這個 那Δx 事實上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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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拋線 跟這條直線 連立的 二次方乘式的兩個根 好 那現在的話我們知道 這個兩個根 這個什麼呢 這個我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兩個方向是連立 連立以後的話 我就曉得 這個Y跟這個Y2一樣 那就是 Mx 加上D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A X平方 加上B X 加C 那這樣連立以後 我可以得到一個 二次方乘式 我把它移過來以後 就是 A X平方 這樣多少呢 加上這個B 減掉M X 再加上C-D 這個呢 等於0 好 那這個的話 這是一個標準的二次方乘式 這我可以把它看成是B' 這看成C' 就得到AX平方 加上B'X 加上C'等於0 好 那我把它解出來 我就代公式 代公式的話 就是X 一個1一個2 就是 S1是這一點 那A是這一點 這點 這點的話 這是等於 2A分之多少呢 負V' 加減多少 根號 V' 減4AC 就是那個判別式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ΔX ΔX 就是多少呢 就是S2-S1 或是S1-S2 然後給它取決類值 那這點是多少 這個呢 就是呢 上面那個根 減掉下面那個根 那上面那個根 減掉下面那個根 取決是什麼 那上面那個根的話 是 負V'加 根號 德塔 除以2A 下面那個根 就是說 上面那個根的話 是 2A分之 負V' 加上 根號 德塔 減掉多少呢 下面那個根 2A分之 負V 減掉 根號 德塔 哇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 負V 跟負V 就消掉了 上面這個是 兩倍嘛 兩倍 兩倍除以2 剩下一倍 所以是 絕對值多少呢 A分之 根號 多少呢 德塔 那現在就推出來了 所以 德塔X 就是 德塔X 取決的值 德塔X 就等於這個 那你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以後 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根號 1加m平方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絕對值 上A取決的值就可以啦 A如果是正的話 就不用取決的值嘛 那A如果是負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就是 玩口向下 玩口向下 你就要取決的值 我就A分之根號多少呢 德塔 那這樣就推出來了 多個 4個 3個 9個 3個 4個